北方有风俗,上马的波波,下马的面,就是出门前吃饺子,回来的时候吃面条。 今天做饺子,因为老爸老妈要回国了,他们收拾行李,我们来做饺子。 女儿把面揉得软软的,这样赶起来快,我和两种馅儿,老公赶皮儿,大家一起包,不一会儿,饺子就热热闹闹地上桌了。 爸妈在这里的时候,我们想让他们想想轻浮,尽量不让他们干家务,但他们闲不下来,也想活动活动,就收拾起了家里的院子,那些我们几乎已经放弃了的地方。 屋前屋后的过道,砖缝里都是野草和苔藓,它们每条缝都铲过一遍,弄完之后,那地面像桌面一样干净。 前面那块小菜地,总有鸟来捉幼苗和刚成熟的果实,老爸用废弃的蹦床上拆下来的钢管,搭了一个棚子,绕上网,把菜地保护起来。 我爸可太厉害了,这些小苗多幸福啊。 还有这个被压弯了的小苹果树枝,也浮好了。 之前,我们几乎不打扫车库,解满了蜘蛛网,那就是停车和堆杂物的地方嘛。 老爸老妈戴上口罩,上上下下清扫了一遍车库。 像不像特种不对? 爸爸? 平了,差不多了。 还把车里里外外也擦了,顺便提一下,爸妈带来的车仔小香氛,很好闻,清新香甜的白茶香味,让女儿感觉我们应该换个新点的好点的车才配得上它。 对我们来说,花园工作中最苦逼的就是那一年一度的割树梨,尤其孩子还小的时候,我们帮不上什么忙。 老公一个人工作量巨大,要苦干好几天,包括上下里外割篱吧,收集垃圾,倒垃圾,清扫露面。 这次好了,孩子长大了,老爸老妈也加入,全家出动,两天就清理完了。 爸爸妈妈与我们在丹麦相聚,避了鼠,捋了油,过得挺好。 虽然安闲,但并不想待更长时间,尤其是家里出现了反水事情后。 他们已经很想念和牵挂那个被污水泡的地板,大门换了新锁的家了。 老爸老妈,一路顺风,咱们再见。